亚铃握推是胸部训练中很重要的一个动作 正确的发力方式会让你的胸部更加饱满 今天讲解亚铃平板握推 开始讲解之前先看一个完整的亚铃握推过程 我力量比较小只能完成40公斤亚铃握推 大家先看一下 1.拿起亚铃 如果亚铃放在亚铃架上 拿亚铃的时候需要沉肩保持背部挺直 从亚铃架拿起亚铃 然后坐下把亚铃放在膝盖之上 如果亚铃在地上 建议先把亚铃放在亚铃架上 再次拿起亚铃 这样更利于启动 注意站立的时候要保持腰背挺直 通过腿部的力量站立起来 养成好的习惯才能避免不必要受伤 2.亚铃抓握 亚铃握推过程中建议使用全握 全握的时候亚铃处在手掌中心 可以更好地控制亚铃平衡 而且全握也是最安全的握法 也有人喜欢半握 相对于全握 半握使亚铃处在手掌中心靠下的位置 手掌受力不平衡 推起的时候 小臂很难垂直地面 同时这样的握法也容易滑脱亚铃 3.启动 启动之前先做两次深呼吸 层肩挺胸稳定身体 然后呼气 保持躯宽体位不变的同时 身体快速后仰 通过惯性伸直手臂 此时亚铃已经推到最高点 4.身体调整 完成启动以后 然后快速调整身体姿态 挺胸层肩收紧肩甲骨 两腿向外打开 打开做稍微大一点 脚掌后移踩实地面 收紧大腿 保持身体平衡 然后打开大臂到70度 把哑铃从对卧位变化成斜卧位 5.下放哑铃 呼气 保持大臂角度不变 小臂垂直地面 保持胸大肌张力的同时 缓慢下放哑铃 下放到大臂平行地面即可 此时胸部需要继续保持张力 不能放松 对于初学者 下放太低的位置 会增加肩关节受伤的分血 训练效果不一定会增加 6.推起哑铃 呼气收紧核心 收紧胸大肌 缓慢推起哑铃 直到手臂接近伸直 在最高点胸大肌收到最紧 推起的过程要想象 靠近两个手关节 而不是两手靠近 注意 上推过程中 要持续保持大臂 身体夹角不变 小臂垂直地面 7.放哑铃 躯宽 使大腿垂直地面 后移哑铃 把哑铃靠住膝盖 然后通过惯性快速做起来 此时哑铃已经放在膝盖上面 然后站起来 把哑铃放在哑铃架上 常见错误 1.身上启动哑铃 这样的启动方式 不利于计划次数的完成 也不能完成大重量启动 因为已经使用了 一大部分力量去启动哑铃 后面动作质量肯定会下降 2.用腰拿起哑铃 很多人拿哑铃的时候 根本不注意 总是习惯性弯腰 通过腰部力量去拿起哑铃 这样的动作 最容易伤到腰部 3.大臂角度太大 大臂打开角度太大 或者大臂垂直身体 这样的握推方式 受力位置 集中在三小肌前竖 胸部参与感激低 不但容易伤到肩关节 而且练胸没有感觉 4.小臂没有垂直地面 这样的握推方式 小臂先酸 很难完成计划动作次数 因为小臂做了太多的无用功 胸大肌没有疲劳的时候 小臂已经提前力竭 5.腿部没有发力 常见有这么几种做法 这样的做法不利于稳定身体 稳定的身体在握推中非常重要 最后这种做法 需要身体有很强的控制力 和稳定性 初学者学这个动作 会分散大部分注意力 浪费不必要的力量 6.完全伸直手臂 这样的动作 会增加肿关节受伤分解 对于初学者 这些有风险的动作 能杜绝就要杜绝 7.过分抬起肩部 肩部想要超过水平面 需要完成肩甲骨前身的动作 此时前距肌发力最多 所以练胸的时候也没有感觉 以上就是雅琳窝推 所有的细节和问题 如果大家有补充 欢迎评论告诉我 拜拜